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领导力加上影响力 能够带动员工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对于员工的要求并没有那么苛刻 毕竟朋友圈是私人的空间 有合适的也有不合适的 所以强制统一肯定是不合规矩的 任何事物都会有疲劳期 当下的朋友圈基本也是如此 相信很多朋友早上就屏蔽了那些微伤的朋友圈 即便是不怎么联系的朋友 也一样被屏蔽掉 朋友圈的价值大不如从前了 似乎都已经被城里人玩坏了 老王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 同样的老王的朋友 也有很多都关闭了朋友圈的功能 也许是需要一份与世格局的安静 自从有了互联网 我们就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有用的没用的 通通扑面了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 对生活也是带来不小的困扰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一直鼓吹信息时代多好 回头想想 我们生活的上世纪90年代不也是一样 那时的快乐依然不少 零零后都说 微信是老人玩的 现在的朋友圈也是金飞锡笔吧 因为怎么说 This is not the past 生活趋势多 老王来说说 我们下期再见